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留学生还无法能顺利地返回学校 加拿大移民部修改了规定 允许留学生在2020年秋季学年 可以在海外完成一半的线上课程 之后如果返回加拿大 可以继续完成整个课程 之后仍可以拿到最多三年的毕业工签 对本地学生来说也有大好消息 联邦政府早前宣布了启动暑期工作计划 15到30岁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工作银行 来申请13000个暑假的就业机会 持有效工签的留学生也可以申请 这些职位大部分是跟娱乐、运动和健身 以及社会服务有关的工作 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查找工作银行的网址 了解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